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加拿大總理杜魯多夫人蘇菲 在出訪倫敦反國以後 出現了輕微症狀 通過檢測以後發現她是中標的 加拿大總理辦公室發表了聲明 說蘇菲會保持在家目前感覺良好 並且已經採取了所有預防措施 而且她的症狀是非常輕微的 至於總理杜魯多又怎樣 她身體健康並無症狀 而且根據建議她會在家中工作14天 但目前就不會接受這個檢測 總理會在家聽取匯報 和各國領袖進行視像會議 工作就不會受到影響 星期五會照常向國民發表講話 這些情況可以說是Lolly Jean 大家聽聽這位杜魯多總理 在六日前到底她說什麼 她當時就說 加拿大政府不會實施任何入境管制措施 限制遊客入境 她知道美國和澳洲分別作出了不同入境限制措施 但是加拿大的做法 是基於世衛組織的最佳建議 而且她還說到 政府知道必須要以正確方式來確保加拿大人的安全 現時存在不少的錯誤信息 有很多都是下意識的反應 這並不能夠保證得到人民的安全 真是想問杜魯多總理 為什麼今天安大略省的教育部門 會宣布在三月的春季假期以後停止復貨 直到四月才需要上課 請問你這個安排 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決定 還是純粹是下意識的反應 請問你這個安排 對於防控工作有沒有幫助 先頭想著輕描淡寫杜魯多總理 想著沒事 現在又要採取一些措施 早上你就應該學別人 現在是萬三柏 比林鄭壞 有很多加拿大的華僑益友都告訴我們 根本上加拿大的政府實在行動太慢 可以說是遲緩 但是遲緩得來 又不夠英國遲緩 英國本來在上星期就已經發佈了一個文件 就會將防控工作分為四個階段 目前英國仍然處於第二個階段 即是延緩的階段 到底在這個階段英國會做什麼措施呢 原來就是這樣的 有三樣的措施會執行 第一就是體溫在37.8度以上 以及經常禁止 麻煩你留在自己家裏七天 不要出街 第二就是所有學校取消了全部的海外旅行 第三 任何有健康狀況的人 就不要上郵輪旅行 目前只是執行這三條措施 似乎聽起來都不錯 不錯 但是致閉學校目前仍然不肯停貨 也不肯暫停那些大型活動 你就出事了 結果就惹來了四十萬的英國國民 就上網上邊進行聯署 要求中小學和大專院校都要停貨 你為什麼不去做這些決定呢 其實很容易去做 停貨對於經濟又沒有影響 這些那麼輕鬆的事情都不肯去做 都是後知後覺的 你看加拿大就知道 是不是 怎麼會英國真是這麼遲鈍的 而且英國政府就說 會不斷地審視形勢 做出適當的決斷 你似乎是憂柔寡斷 多過決斷 至於那些留在家裏七天的人 又怎麼辦呢 英國政府就說 如果情況是沒有惡化的 麻煩你不需要去看醫生 更加就不要去醫院 也不要打國民保健電話熱線 111 他們可以做些什麼呢 就是想國民保健服務的官方網站 尋找解決辦法 英國政府對於這個安排是有解釋的 他們就說 應該將那些醫療資源 留給更有需要的人 講到這個部分 都貌似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因為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 真的需要將那些資源留給有需要的人 否則好像意大利那樣 是又去醫院 不是又去醫院 結果當然就是超負載 英國就起碼可以避免這個情況 但是第三件事是什麼呢 就是英國政府不會再為每一個人來做檢測 包括那些選擇在家裏七天的人 就不理他自己了 檢測重點 就放在重症那裡 或者是需要留院的人士那裡 這個又真是好笑 如果不去每一個人做檢測 有什麼用 誰有誰沒有 韓國做得好 就在於 他每天做超過一萬個的檢測 人家就是大規模這樣做 通過廣泛檢測 和有效追蹤 就可以使得情況 得以控制起來 但是你英國政府為這樣做 難怪那些網民 爺怨你們 這種防控是佛系防控 根本上好像坐在等運動 檢測又不做 停貨又不做 大型活動又不暫停 有什麼用 而且那些官員 還去諸多辯駁 為什麼他們選擇不去停貨呢 他們就說 在學校裡頭風險比較低 而且一旦關閉學校 很多家長將要逼不得已地返回家 真是不知所謂 怎麼會學校風險較低 如果學校風險較低 你怎麼解釋全球那麼多的國家 都在這個關鍵時刻選擇停貨呢 難道這些國家全部都是傻的 作出一些那麼白癡低能的決定 唯獨善起英國是最英明 當然不會 別人都是作出一個科學的決定 學校怎麼會低風險呢 是不是真的傻的 這些人都說得出口 英國的衛生部長 這也不算了 英國的首席科學顧問還提到 說關閉學校聽起來就好像有效 但是一評估下來的時候 就發現實際效果都非常有限 而且還會對社會造成很大的影響 所以英國政府必須要考慮到 這樣的措施的可持續性 因為一旦實施停貨 就不是一至兩個星期 而是持續整個的時期 那你就持續整個時期 有沒有問題 難道有些學生冒著風險上課 到底學習重要 還是健康重要呢 請問這件事這麼難來取捨嗎 經濟發展重要還是健康重要呢 為什麼英國會輪到這樣的地步呢 不是把國民的健康放在第一位才是最適合的嗎 有其他東西可以放在國民健康之上 包括社會的影響 經濟的影響 搞到一團糟 雖然難怪有些益友跟我說 本來已經去了英國的鼻勢 打算沒事 誰知道現在在全球化的影響下 全球都是這樣的非常時期 想尋找陳世的一片淨土 也相當困難 說說關於韓國的情形 為什麼韓國的情況 好像逐漸得到控制 主要取決於兩個因素 第一就是廣泛的檢測 第二就是有效的追蹤 先說這個有效的檢測 韓國其實就是全世界那麼多的國家之中 每一天做的檢測量最多的國家 平均每一天做一萬至一萬五千宗的檢測 檢測點分佈在全國五百多個地方 而且緊密接觸者進行檢測也是免費的 如果一般人士進行檢測以後發現是中標 也都免費 使得檢測的情況是非常之踴躍 他們哪裏得來那麼多檢測的工具呢 原來在2015年的時候 韓國就經歷了中東呼吸綜合症的影響 在當時他們已經建立了一個良好的系統 來應對這些情況 於是在今年 他們在短短六個星期之內就已經研發出快速檢測的工具 於是他們每天就能夠做出一萬至一萬五千宗的檢測 第二件事就是有效追蹤 似乎這麼大規模的情況下很難追蹤 不是人家韓國就做得到 當局就會追蹤每一個個案的人士 在他中標之前14天的活動 鎖定所有的密切接觸者 包括就是看看他的信用卡的資料 閉路電視的片段 以及電話的記錄 而在當局有一個官方網站設立了以後 就會公開了這個人的行蹤 給公眾來查閱 當有新的個案出現的時候 當局就會發訊息通知所有在同區工作或居住的國民 這個資訊物就是做到公開和透明 這些完全就是靠著一個民主和自由的社會 才可以做得到 而且完全沒有一個意圖來隱瞞 因為他隱瞞也沒有用 韓國總統最多只能做一任而已 他就算提早下台也提早收皮 沒問題的 反正韓國總統的下場也相當坎坷 但是外國就不同了 可能又有政治壓力 選舉壓力、連任壓力 等等 太多考慮了 日本又有奧運的壓力 有經濟的壓力 韓國也有 但是他唯獨是一件事沒有就是 文在寅做完就趴下屁股走 他沒有必要跟你搞那麼多隱瞞的事 而且經歷了大優的事件以後 全國各地的民眾 警戒意識都是相對提升了 有助於這個防控工作進行 所以我估計韓國的情況也開始放緩 沒有之前那麼嚴峻 這個國家的經驗 其實也是值得其他國家借鏡的 最後就說一點關於台務的事件 我們Patreon的頻道已經開通了 目前已經有150多位的益友加入了 我也很感謝大家的加入 在裡頭其實就是 比起YouTube的membership有什麼分別呢 最大的分別就是 Patreon那裡 它是可以有Audio的版本的 就是說我們平時的節目 是有一個聲音檔放上去 就可以節省一些流量 還有就是 方便一些網速沒有那麼快的益友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無論是加入了Patreon頻道的益友 或者是YouTube頻道會員的益友 我都是非常之感激大家的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